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情者对明镜电视指出 目前全西安或全陕西公职人员到梁家河参观学习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别的不能报销 只有参观学习接受教育的经费包括餐费可以报销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去到那个小山村 路上严重拥堵 车只能停在4.8公里以外 来回不行 知情者表示 那里可看的就是一口井和习近平住过的地方 中午在村里的小餐馆吃饭 每人300块钱听村支书的报告15分钟 书记边报告边接预约电话接到手软 数钱也数到手软 这是他的朋友亲眼所见 早些时候 陕西省社科联发出通知指 经研究后决定开展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 涉及17个选题方向 包括梁家河七年之清岁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等 每个选题都把梁家河作为关键词 称要理解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 军队统帅 人民领袖的根基源头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脉络和逻辑原点 不过该研究课题稍后被官方紧急叫停 叫停的原因并未披露 但在陕西社会科学网和陕西省社和联的官网均查不到相关的课题 一些新闻链接也消失不见 就连陕西部分高校发布的课题链接都显示已经撤销该消息 梁家河隶属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义镇 习近平16岁的时候曾在梁家河度过了七年知青插队的岁月 由此在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 梁家河受到热捧 梁家河相关的书籍 梁家河音频 梁家河影视剧等纷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有舆论认为 这种做法越来越助长了中共政治中的个人崇拜风险 另有分析指出 热捧梁家河原因还有两点 一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制造热点能够带动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 帮助梁家河的民众发家致富 二是地方官员政治投机 通过推崇与习近平有关的梁家河向上面表忠心 希望得到高层的认可 让他们的视图更上一层楼 学者高新认为 当局为习近平个人宣传降温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 一是习近平刚上台时发动反腐 曾获得全国上下支持 但五年来人们发现虽然有官员下台 换上去的却是同样的腐败 风评不佳的官员 腐败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根治 二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强了舆论的管控 人们不仅不敢说也不敢想 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他们尤其对中共为洗脑而强行推动政治学习 深恶痛绝 此时在深刻的宣传习近平只会收到反效果 更重要的是 对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 盲目推行中国制造2025 一带一路 和进行厉害了我的国 战狼等一系列自我膨胀的宣传 川普政府定位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把战舰开进台湾海峡 在这风雨飘摇的危机关头 北京当局却除了让外交部商务部发言人每天打嘴炮 拿不出有效的应对办法 内部对贸易战是战是和 争论不休 民众怒火因此集中到了习近平的身上 此时如果能从神坛上抽身 未尝不是明智的应对之策 高新指出 梁家河大学问之研究课题的真正发起人 胡和平虽然错把鸡毛当了另见 但这只能说明他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比别人更强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二十大召开时 胡和平将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早在2015年胡和平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时 外界就开始对他多加关注 当时一篇题为《胡和平由这入闪》习近平新清华系崛起的报道文章写道 继之江新军闽江旧部后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人士团队当中 开始引现水墨清华的身影 至此 已经有连续三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步入仕途并得到重用 习近平打造的新清华系正在中共政坛迅速崛起 1962年出身的胡和平可称为是中国式的学而优责式的典范 2013年11月初京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之前 其所有的职业生涯圈都定在清华大学校园之内 毕业于清华 从教于清华 试图起步于清华 胡和平曾历任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 教务处处长 副校长 党委书记等职 十八大时入列中央候补委员 2013年11月 胡和平步入仕途正轨 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接替进京的蔡奇 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 该文章的作者注意到 胡和平与其在清华的前任陈希有着极其相似的职业轨迹 关于陈希和习近平的特殊关系 高新说 有陕西政界人士形容胡和平是三句话不离习核心 查阅部分时段的陕西地方媒体 果然是 反有胡和平讲话的报道内容 张口闭口都是习核心 而京城政坛内关于陈希 向习近平推荐了自己中组部接班人培养对象的说法 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 说的就是陈希 执掌清华党委时 在他手下担任党委组织部长的胡和平和他的配合相当默契 2013年 习近平安排陈希出任中组部主持常务工作的政部长及副部长 当年年底 陈希就举荐了已经担任数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胡和平 出任陕西省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部长 胡和平到陕西后先后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 后来只在省长位置上度过了一年多时间 即升任省委书记 足见省长职务只不过是给胡和平 晋升正省部级的一个跳板 中央对他的培养使用完全是主演于专职党务工作 由此分析胡和平四年之后 确实是接替陈希 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可能性最大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前两天的词